其實有一些地方後來我又把它稍微做一些修改 主要的地方就是說我們在 VBA部分有一些地方 城市會跑得比較久包含什麼包含就是 像那個什麼刪除列的地方 下載其實倒還好所以這裡的話假設我把這些資料 這個稍微跑一下工具選項把那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那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 當然下載部分你會發現在那個 就是 樂透語音上面它的 資料又增加一頁了等於現在 變成如果你要全部下載的話那又就是要 for i 等於1到65 那其他部分城市不用動主要是這個 這個65之前有同學問到就是說如果這個65的數字 數字假設會經常變動的話 未來呢可能還會再增加怎麼辦 那當然有個方法啦 可是還是比較麻煩你就是 要把這個數字給抓下來 也就是說你可能還是要連到那個那個網頁上面 然後把那個數字抓 想辦法把它抓下來 放到這裡就對了 那至於那個方法怎麼做 當然很多方 很多種 這個形式 我想 反正你就找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 當然如果你不急著 也許這個數字變動不大的話 或者你用 手動改 當然也是個方案 OK 其他的話呢 當然呢 包含就是說 把它 這資料下載下來 那所以 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做成一個按鈕 那 首先的部分的話呢 上一次 比較 我後來 城市稍微有變動的地方 主要是在 最後這個地方 就是 刪除列 其實刪除列部分呢 我還有把那個日期給複製過去啦 不過後來我發現 這個日期 好像 主要我們是統計那個大樂透的 這個 這個數量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如果沒有統計 那個日期部分 如果暫時我們不需要這個欄位 那基本上 就可以暫時不處理啦 那好處就是說 我讓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那個 一樣去呼叫 這個 這個批示 熱透下載 那1到65頁 它就全部下載下來 那全部下載下來大概 秒數 頂多大概就幾秒鐘的時間 不過你會發現呢 好像卡比較多時間 就是刪除多餘列 所以呢刪除多餘列 我把它改寫了一下 那改成什麼形式呢 其實 改成 用那個排序的方式在刪除 好像似乎會快很多 你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那個 之前刪可能要跑很久 那如果說假設現在的話 其實 基本上就跑一下 它馬上就OK了 大概不到1秒鐘的時間 那至於呢 要怎麼去做排序 我待會會演示一下 另外就是 再來就是 增加 這個 我們的 號碼 然後再把什麼呢 資料做剖析 剖過來 那剖過來這個動作呢 如果你不會寫啦 其實也是可以用錄日去期的方式 那最後把那個 就是 B欄給刪除 OK 那這樣我們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最後再把什麼呢 B2 一直到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個範圍把它定義一個名稱 叫大勒頭 那你就可以做後面的這個統計分析了 名詞可以排了 OK 這個速度會 快蠻多的啦 那至於說剛剛這個地方 怎麼做出來的 我再demo一下 OK 比如說一樣把它下載下來 那首先的話 我後來想說 刪除 尤其是我同學說這個地方 尤其是刪除那個列 那真的是很慢 所以將來如果你們遇到類似的狀況 恐怕要思考一下 如果你資料量多的時候 用 Rose.delete的那個方法 會比較久 那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式 如果你要讓它快一點的話 大概就是 比如說我先利用什麼 把游標放在C1上面 然後資料裡面有一個什麼排序 那排序當然你可以怎麼z到a 也可以a到z 不過你可以看到 A到z 顯然會稍微是比較OK一點點 因為它會把什麼 把我們要的號碼全部都集中在 就是前面 然後呢 底下 我可以再把游標放在 D1上面 Ctrl Ctrl向下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 移動到的這個列 有沒有 那就是我要刪除的 這個時候呢 我再把 這個 1924 一直到最下面 那當然最下面 你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追蹤 不過追蹤的話呢 可能還是要寫一個 所以我乾脆怎麼樣 我直接 刪除掉 一直到最底下 1048576 把什麼呢 把剛剛看到的這個 就是 從D1向下追蹤 的這個列 位置 然後一直刪除到哪裡 反正底下全部刪掉 那這樣子的話呢 最後呢 如果你比較 假設你要再讓它排序的話 比如說我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按照 這個A欄再重新排 因為它現在是按照特別號排序 不過這個 有點怪怪 這為什麼 這排出來結果不對 不過沒關係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之後再CUT 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按照那個 日期 把它D到A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2021的就在前面 那底下的應該是2020 然後2019 一時類推 OK 其實當然 如果你要把剛剛做的動作 寫成程式的話 那基本上呢 就是四行程式 首先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首先的話呢 我們剛剛做的第一個動作是 游標放在C1 然後讓它排序 那如果你要 利用那個VBA來寫的話 其實也相當的簡單 這個功能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那 這個地方的話會用到一個方法 叫Sort OK Sort就是排序 那排序的話呢 可能會需要幾個 比較注意的地方 就是說 後面需要帶三個參數給它 什麼樣的參數呢 第一個就是你的Key在哪裡 Key的話通常是指的 跟這個名稱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 Range A1把它摳過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有沒有Header Header的話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上面的這個標題欄名 這個藍名有沒有 有啦 我們現在上面有東西 所以基本上 你要跟它講說 Yes 那 通常這個有些東西 基本上甚至 可以自己打了 這個其實這樣 你就是 Range 有沒有那個 就是將來你就 Range C1 點Sort 那其實你打一個 SOT 它會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 它會問你說你的Key1 Key1就是 通常是指這個 那你把這個複製過來 那豆點的話呢 它後面還有幾個問題 你要不要排序 Order 1 的 這個排序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打Order 1 它前面這邊有個叫做 這個參數的名稱 那你可以打一個 你可以按照順序 你也可以不按照順序 如果不按照順序的話呢 那你一定要給它 那參數的名稱 比如這個參數名稱 比如這個參數名稱 叫什麼 叫Order 1 所以我們就 打一個Order 1 然後 代參數的話 就是 貿號等於 貿號等於之後 它會問你說你要 你要遞增呢 還是要遞減 如果你選的是 XL A SC 這個 選項的話呢 那就是所謂的 遞增 A到 A到Z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 Z到A 那因為我們剛剛是 怎麼樣 利用那個 這個所謂的A到Z 所以選這一個 那再來 豆點 豆點之後的話呢 那其實還有一個 Header啦 因為Header這邊 它沒有跳 所以我們自己打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這個參數名稱叫 Header 所以你打一個 Header 它其實沒有區分大小寫 Header然後後面 加一個貿號等於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給它什麼樣的參數 OK 有沒有 你會把貿號等於 意思是說 我要針對這個參數 帶一些資料給它 就是說 我要不要 有那個 欄位上面的名稱 如果有 你一定要選擇有喔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選擇 YES 那就選擇這個 XL YES 那沒有就選擇 NO啦 不過它這邊有個選項 蠻奇怪的 叫什麼 XL GAS 這 這什麼意思 你猜猜看 我覺得這參數我從來沒用過 蠻奇怪的 不過反正是YES或NO OK 那當然這個順序 可以顛倒的 我剛好原來是Header在前面 OrderE在 後面 有沒有 那其實兩個顛倒沒有關係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把它做排序 然後呢 再取得什麼 取得D1 剛剛有沒有 再抓D1 Ctrl向下 那寫法就這樣 就可以取得一個變數 叫R 那如果要從R開始刪除到 最下面就是1048576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那就是 跟他講說我要從R列 剛剛好像 到多少 Ctrl向下 有沒有 19 192 好像1923的樣子 然後呢 我從這個地方呢 一直到最底下 最底下的話呢 你可以按Ctrl向下 就是這個數字 1048576 等於是差不多 104萬多 也就是說 Excel最下面最多呢 就是 可以容納這麼多筆資料 意思說把這底下全部刪除 當然你不用那個1048576的話 你也可以用追蹤的 不過我是覺得 這個要再寫個追蹤有點麻煩 你可能要產生 另外一個 最下面那一列的位置 那我有時候 其實偷懶就乾脆寫1048576 這樣比較簡單 好 那把底下字要刪掉之後的話 再讓它重新排序 排序的話呢 我剛剛最後的動作 按照日期排序 所以呢 如果要按照 那個 A欄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你就Range A1 點Sort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就是Range A1 然後 再來Order 因為我要遞減嘛 所以喔 這個題可以顛倒 我把它顛倒一下好了 好 那 你的順序的話呢 如果Z到A的話 記得用這個 那當然如果你參數 記不起來沒關係 你只要記得 Order1 你再打一個冒號 要等於就可以了 它會自動跳出來 這個是A到Z 這個是Z到A 然後我要 Z到A 就是 幫我 就是日期 多的排前面 小的排後面的話 那這邊 後面有沒有 那個標題有 這個沒有加的話 它會把 這個標題 也排在裡面喔 所以會亂掉啦 OK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 這樣的話 一Range 其實就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有沒有 馬上刪除掉了 然後再來增加號碼 那再來就是 剖析 再來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把多一的欄刪除 那就完成了 OK 類似像這樣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再增加一個按鈕 把這個 這個SAB有沒有 對應到一個按鈕 按下去呢 它就自動run了 不過你會發現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按鈕 會變形有沒有 好像它會越來 因為 為什麼會變形呢 因為我們會刪掉舊的 然後放新的 有沒有 所以假設啦 以後如果你希望run這個程式 那這個按鈕不要變形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不知道各位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 你看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做 控制項格式 那控制項格式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摘要資訊 有沒有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將來如果你 如果要做網路爬松 通常會把舊資料刪掉 然後下載新的 按鈕可能會 跟著 儲存格的位置改變 所以 它預設什麼 大小 位置 隨儲存格 而變 也就是會隨著它背後 儲存格的大小 假設啦 刪掉之後 它可能 就不見了 它會變形 所以你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改變這個就可以了 理論上這樣應該它就會 不會亂動了 按確定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 最後 我這邊是有 設那個中斷點 然後 把它弄一下 比如我再 再弄一次 它這個就 第一個就清楚了 再來下載 那下載的話 這個如果中斷點要讓它繼續弄的話 按止行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會 再去下載 但是好處就是這個按鈕應該是 文縫不動 它就會定在這邊 最後的話 就是刪除多餘列 速度上其實會 比之前 快暢很多 一下就OK了 之前好像刪那個列 會刪 非常的久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就把這個範圍 Ctrl區向右向下 然後呢 增加一個名稱叫大樂透 看一下這原來名稱是不是在 好像已經在了 就不動 OK 然後呢 最後就統計這個 所以上個 禮拜 的作業 實際上 就是請大家把這個 機率啦 排名啦 前期名把它算出來 但是好像最後有同學問到說 前期名有沒有 這個前期名 按下來 當然我們現在是按照 先找到 比如說先找到1號 就把1號放過來 再來找到2號 再把2號放過來 那假如說怎麼樣 我要改成 之前有講過啦 就按照那個排名 比如說 第1名應該是2號 所以2號應該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應該就放1號 1號放過來 所以兩個要顛倒 然後 再來排名部分的話 那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排名好像有一樣的 這個排名好像是不是有問題 裡面如果排名有一樣的話 該怎麼做 OK 其實當然這地方可以想想看 我後來是有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 在那個 我們要把 資料放過來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個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那個號碼如果已經 產生的話 在這裡 這個是我後來寫的 就做一個邏輯判斷而已 就一幅裡面有沒有 先判斷他的那個 C欄的資料是不是小於7 小於7是不是前7名的 然後再判斷一個什麼 如果那個欄會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空的 那我就把資料放過來 反之 不是空的 等於空是 裡面假如是 他還沒有放資料進去的話 那假如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說 已經有人放了 表示有同樣的名次 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把它再加 本來是加1對不對 那我把它加2 也就是把它放在 他的那個下一列的位置 OK 那這裡的話 大概把上一個 星期有一些比較 重要的部分 稍微 複習一下 那主要是增加這個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的第8頁這裡 剛剛寫的 三組多餘列的部分 也許可以再 稍微複習一下 這個地方稍微是 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不過他實用性當然也比較高 如果當然你不這樣做的話 塗法鏈剛一樣做得出來 但是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